我們來看這個情形可以說是阿薩布魯 這是保養頭門 有跟月娑揮秀處 到民眾部門 白小社 說他在新北市一間法隆保養頭門 結果吹光機的保養機 整個穿煙出來 整間煙噴噴 夢煙散煙 月娑是叭金公 母帝是叭金公 頭尾二十分前 讓他率說是才拍穿開 這個給店頭歡迎 對說說這是真正常的情形 外面一個公開之後 一關網友看到剛去 不知道要說什麼 夢煙散煙 菜櫃看很久 近前有民眾在新北市一間頭髮店 在做頭髮的時候 想不到這裡坐下去幾分鐘而已 所以變成這副毛營 我覺得它要爆炸的那種感覺 真的沒辦法呼吸 同時有五個人以上 我覺得消防車應該會來 我當下有跟店家反應 他說是正常的 民眾說來這裡做頭髮 像是去住到火燒房一樣 在那二十分鐘來 都看不清楚自己的臉 只看一個普通網 有朋友煩惱說是不是多氣的燒起來 還有人說 像去看到馬祖牛牛一樣 實際上來問這個發行的設計師 像這種冒煙散煙的情形 是正常的 正常的情況下是會冒煙 但是它可能是沒有餵那個布 那影片看起來是沒有 就是少了那塊布 一般的頭髮店 使用消氣的火髮設備 都會到這種縮補 這樣可以把頭髮包掉掉 其他設計師是例如說 可能不會你把蒸那個風煙的頭髮 才會出現這種情形 不過經過這次的火髮體驗 也讓董事人一直在說 後一邊就要慎重來選這個火髮設備 記者總會補兜